你 這個車底盤真的不太行 所以你看 真正這個那麼多線上的車評有幾個開特斯拉 開特斯拉那就是不會開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期的老四推車 來到2018年的特斯拉連結放上 上次收車的過程非常的開心對不對 但是過程呢不到兩天的時間 馬上就降溫了 至於為什麼降溫 影片慢慢帶大家來看一下好不好 我今天大概應該說的缺點會比優點多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跟大家分享喔 它的行罩上面燈載的那個排氣量是362立方公分 然後目前好像還是免稅的狀態 欸只有我覺得說它這個造型 車頭很像青蛙嗎 我覺得它是有表情的啊 這很像青蛙的嘴巴啊 青蛙的眼睛啊 這個車子回來我沒有經過一些簡單的修復 因為這個車沒有什麼好檢查 也不用保養 它好像是每年定期這個回廠檢查一次就可以了 我記得是這樣 然後比較可惜的一點 我記得它的這個維修站很少 好像只有北中南吧 然後聽說中南部的一個廠 都只有配大概兩個計師左右而已 我記得是這樣 啊有錯大家在指證 那我們去做了這個旅圈的修復 它之前的旅圈因為停車周圍有很多刮傷 其實也不是修復啦 網路上面有一些店家 它已經有修復好的旅圈 那我們開去直接四個輪子跟它交換 把我們這個壞掉的旅圈 換它修復好的旅圈上來 這樣就比較要節省時間 要不然你輪子拆下來你要留車 有些是用待用輪圈給你裝 然後再來一個 特斯拉它要頂車 它還要有特殊的頂車塊 你才可以把車頂起來 所以說這個要找到專用的這個廠家才可以做 然後烤漆 記不記得我們這邊之前上面有割到 這個我們也去把它修復好了 它後照鏡之前也有割到 那其實它這個烤漆的修復有沒有 因為它這個是鋁合金的嘛 所以如果太嚴重的 可能就要專門的機器跟師傅才有辦法做 可是因為我們這次的都是一個表皮的小小的刮傷 我記得這裡刮幾條線嘛 那這個其實外面一般坊間的烤漆廠就可以做了 也很便宜 就跟一般的轎車都是一樣的價錢 所以也不會太貴 拆開給大家看一下遙控器的真面目 之前車主有反映說這個遙控器會沒電 他說沒電 你如果又沒有手機APP你就進不去 所以呢 之前車主他就去買了那個 這個遙控器專用的電池放在車上 那你遙控器既然沒電 你怎麼上車拿電池 他就這樣放了三年 然後一直到把車賣給我才發現這個BUG 對 就這樣耶 所以他沒有按鈕啦 靠腰 好就是一台黑色的車我覺得還蠻漂亮 蠻有質感 我覺得這樣比較帥耶 為什麼要用套子 因為他前面沒有引擎 所以他前面是一個車廂 其實他前面的空間還是可以擺東西 你看 其實蠻大的耶 對其實蠻大的 那他唯一給你補充的就只有雨刷水而已 啊這裡啥 急救包跟警示牌 喔還有反光衣 都放在這包裡面 啊這裡啥 喔看這很重耶 我知道拖車勾套件 有沒有之前我們是不是有一根雙提光有一級雙頭龍那個 可以掛露營車嗎 看他這車還不夠大台 還要再脫一個 欸很奇怪耶 我上次有一個朋友看我收車 他有興趣想買啊 他第一個問我說有沒有附拖車勾套件 這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你看喔 他這個原廠的噴漆啊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收手而已 你看他很多這個邊料啊 這都會刮手 哇這每個都會刮手耶 都會有一些毛邊 但是真的是毛邊耶 就是如大家講的不是很理想 而且你看喔 我們常常在講 他這個板件折進來的地方 也沒有做防水膠 久了會不會生鏽我們也不曉得 因為這個車到現在出的年紀也還不久 你真的普及起來 就這三五年的事而已吧 所以這個還不知道說 未來會不會發生什麼狀況 可是這樣看起來他這些板件啊 這個邊啊 這個就很像有些人在做模型 有時候你在組一些模型 鋼彈或什麼的時候 材料的那個毛邊做的好不好 有的比較貴的 他那個毛邊就會修得很順很漂亮 但是有的你就要自己用錯刀慢慢抹 他這邊有鏡頭 你看 側面的鏡頭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然後還有一顆B柱的鏡頭藏在這 然後他充電是在這邊 按一下他就彈出來 發亮 尖端科技的結晶 那他這裡也有可以關尾門的開關 紅色這個 然後那邊也有 B柱那邊也有 那邊有一個出風口 然後呢 他這個好像 開門他都會偵測 比如說我站在這邊 我開前門對不對 烤掉 還是被打到 這在 zobaczy 他會控制不是嗎 還是他偵測到是人 是人就沒關係嗎 對不對 阿丹你站過來 我們兩個站併牌 竿我們形成一個墻壁了 然後我們兩個站在這 一樣撞到 很好 欸可是我家那個墻壁隔壁停車就不會 可是我記得這個也會啊 比如說你看 只開這樣而已 所以我在我家隔壁有車的時候他就開這樣 他跟我還離差不多10公分有沒有 可是你這樣連包包都拿不太到 很多人以為他這個門是這樣直接開對不對 可是其實不是 他這邊還有一個關節 所以他如果偵測到這邊有東西的時候 他會先上升這個不會翹起來 上升到閃過這個東西以後 他要翹起來 如果我蹲著 看他會不會先閃過我再翹起來對不對 正常理想狀況應該是這樣吧 好試看看 有耶有耶有耶 閃過我了耶 他有個弧度耶 真的蠻聰明的耶 所以這個比想像中的還要聰明一點點 他這個空間我覺得對中間的座位還是比較友善 中間這一排可以坐到很舒服 可是後面那排還好 而且上下車啊 這樣爬上去嗎 哎呀哎呀 不過有一個好處 他這邊有出風口你看 後面有 我一坐上來我就感覺到這個出風口對著我吹 欸他這個啊其實不會通耶 你看這門打開剛下雨對不對 這邊都會滴水 你看這椅子都濕的 有沒有他會從中間滴下來 然後這裡也會啊你看 我剛剛是屁股已經吸掉一些水了 我剛剛上車期有發現這邊都濕濕的 都從這邊滴下來的 欸你看我這個打開我頭實在我... 可能會壓到我 欸快點 謝謝還好嗎 他這個門打開跟關起來超大聲 砰一聲 你再聽一次喔 喔 關的超大力的 可能因為他板件超重加玻璃超重 喔有沒有 超大聲 超大聲碰一聲對不對 跟他伯爪耶 好不好 這最後可能最後這把也是做小朋友而已啦 喔 我要下車的話這裡有個按鈕 這按鈕是坐在皮裡面的 然後我記得後面這邊也有個按鈕 我覺得他這按鈕不錯啊 他都設計在這皮革裡面 可是蠻容易誤觸的 像我剛剛不小心按到就誤觸了 他這一按折下去有沒有 好 加按一下 就這樣 嗯 折下去 好後面就變平的 前面是我開車的位置啊 其實沒有特別大耶 沒有拉到最後面的嗎 喔 喔 沒有耶 喔這樣就很舒服了 然後這個米色的皮椅 那個時候大概也看過了 可是我覺得他保持的還不錯 而且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髒 而且這當初是選配柴油的椅子 喔還有電動椅啦 還有腰靠啦 可是好像沒有記憶耶 有沒有 啊這是很奇怪 他這個車冷氣我怎麼瞧都瞧不好 你看現在吹到嗎 會滴水 反正他這個冷氣的溫控啊 尤其是在夏天真的 難怪車主要加這個最良版 他這個溫度怎麼吹都吹不涼啊 然後這裡有一個這個很有趣 這樣有沒有 然後可以折到這裡來 哇他這個材質不錯喔 全部都是反皮的 擠皮的 有沒有他這個這樣有沒有 然後過來這邊 他會被吸出來 然後這個有沒有 誒這個燈看起來 哇好質感喔 他置物空間基本上蠻夠的 你看這邊兩邊推開 有杯架 然後這中間也有杯架 他這個是這樣嘛 滑軌的嘛 滴架 有沒有 有一點氣壓 稍微比較有質感回饋 那他這個是可以移動的 好你看他這裡面 有設計一格一格的凹槽 所以你可以 隨著你的心情去移動這個 有沒有 可能可以讓你依照你的飲料杯大小 然後這邊 有12V的充電器 跟兩個點驗器跟兩個USB 然後這邊有一個蓋子 然後蓋起來 他這個手下箱按鈕都在這裡 裡面全部都絨毛 基本上他這個絨毛有多多就上多多啊 好那我們再看這個面板 他面板就這樣啊 就是快速控制喔 什麼門啊 什麼行李箱啊 開關在這邊顯示的亮度 在這邊都可以調有沒有 這個很像你家玩手機啦 所以這個喔 買一台這個車 等於買一個大的iPad回來而已 然後你都可以在這邊設慢行 慢行什麼 放開踏板使車輛將緩慢移動 這是我有開的嗎 要不然你放煞車它不動 對啊 然後你如果好像手機下載APP 你可以聯動很多功能 譬如說從車子直接自己開出來 它有一些功能 欸好像就這樣耶齁 那一台選完500多萬的車 帶大家看完你們也不用買了 好不好因為就這樣嘛 你就買一台那個 格力卡 然後前面放一個iPad 放一個大平板 對放一個大平板 只是都沒辦法控制而已好不好 我跟你講我這種老Coco 我還是覺得 切切切切暗暗就好了 當然他們都有講嘛 不建議你邊開車邊操作這個東西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我剛開始在開的時候 你一定會很注意這些介面 很常會發生的情形 你還是會忍不住邊開邊點一個 就像我有時候常常覺得冷氣太熱 我又媽的在那邊點半天 好不好那我們等一下就出去試車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開起來到底好不好 好不好基本上我覺得 應該是缺點會比較多啦 旁蘭大霧啊 跟陳靜蘭一樣你知道嗎 平身不見陳靜蘭 變成英雄也往南 陳靜蘭高八尺寬也是八尺 那不就方的 一樣米一樣百樣人 八角型的都有 我為什麼會講長八尺寬八尺 對啦這個車因為它寬就兩米 超過兩米 長也超過五米 所以這真的是旁蘭大霧 家裡如果沒有那個 你家裡如果是那個機械停車位那種有沒有 或者是你像上次我們去收車的時候 那個叫做消防水管什麼 風管很低那種 你雖然插得進去 你可能門也都別想開了 不過聽說它不是有那個嗎 你如果手機有APP 你可以讓它到處吧 那個應該也是一個解決的方式 不過我還沒有玩耶 當然就慣了APP 這台車現在不是你的帳號 你手機嚇一下 哪一天就可以把它開走 下班就把它開走了 這個車我開幾天了 所以其實開有點習慣 這個車剛開始開的時候 你會有點不上手的地方就是 當你一放油門 它就是踩煞車的感覺 它不像一般的那個 我們開的汽油車它會有一個滑行 你看像我現在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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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放油門 它就會有一個很強烈的煞車感 可是我沒有踩煞車 煞車它自己踩的 這是動能回充嘛 蠻大力的 對其實它蠻大力的 所以我上次就看到有人去論壇講 說我換的赫斯拉力好棒 我都不用踩煞車 因為這裡有一點點說 你可能你要去習慣它 我後來發現要怎麼開你知道嗎 就是你要減速 你不是把油門放掉 是你還是要踩著油門 但是油門開度讓它變少一點 它就不會有那種踩煞車的感覺 那我們開開一個氣油車它會滑行 所以我們放完油門之後 我們還會是 比如說我們TC14如果是100的話 我放開油門 它是不是還會90幾還會一直滑 我們要讓它到80 我們是勢必要踩煞車 才能讓他到80 較我覺得 超過特斯拉的那車 不是 我現在90幾到80 我現在把油門稍微放 可是油門還是踩著 我還是必須維持加速 它才不會有那個 煞車咬住的那個感覺 所以它的時速是用你的油門去控制 不是用煞車去控制 大概是這個意思 然後這個車騎都很重 我記得2350公斤左右 因為是75D的 那你如果是100D的它電池更大顆 你不要看喔 多了25D有沒有 多了100公斤 所以事實上是 電池是真的是目前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 不過也多虧了這些電池的重量 所以其實它整體開起來 在高速公路的穩定性是很好 但是啊 我跟你講這開起來 組裝真的是不怎麼樣 以前常常在網路看一下說 組裝爛組裝爛 不知道到底是爛在哪裡 開了之後實際體驗 我跟你講其實它這個 隔音色還不錯 底盤的這個 異質 聲音的異質也還不錯 唯一差的一點就是那個 雜音蠻多的 警察 你不覺得開特斯拉就是一個槽而已嗎 碳排放量跟你有關係嗎 每年少放幾個屁 看到嗎 會不會減少碳排放量 你知道我朋友家裡買一台空氣晶晶機 那它不是那個空氣指標 比如說綠燈 黃燈紅燈 它放了個屁馬上變黃燈 哈哈哈哈哈哈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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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基本上車子開起來就是很安靜 很順 這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唯一最差的一點 就是我剛剛講 我現在開60 我會放開媽的 馬上幫我煞車 完全不用自己來 功能應該可以關掉 真的假的 車輛有沒有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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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煞車 好我們把它調低要不要 好看看有沒有比較好 唉唷 搞不好就變好了喔 差點又被網友說 幹你不會開 我們把這個再生煞車開到低 我現在放開油門 喔有好一點點喔 沒有那麼重 對它的煞車沒有踩那麼重喔 可是還是有啦 因為顧名思義是低不是關嘛 比較滑順喔 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比較舒服耶 可是這樣子的話 應該你的里騰就會變短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冷氣的溫控 做的不是很好 有可能是因為它這裡玻璃太大 就是它很容易有時候你覺得不夠冷 然後有時候你已經快流汗了對不對 然後有時候 欸幹又變超冷 我們現在啊 從我們公司出來到現在 我們冷氣一直是開到最低 你看 但你有覺得很涼嗎 是不是還好 裡面的溫度 我跟你講這邊還是熱的 不用到後面 我手放在我椅背這邊還是熱的 所以其實我這個身體還覺得有點熱熱的 你有沒有覺得熱熱的 你有沒有覺得熱熱的 是不良的 你有沒有覺得刺刺的 呵呵呵呵 幹哪里 我不想再問你 你是不是又不知道了 大陸基你不認識喔 大陸基不是那種牛車娃 喔啊 幹知道耶齁 屎公子 哇操 你又拱屎穿娃 我們那時候去屎穿啊 後來我走了你沒走啊 因為表記被公安抓 這個我剛剛講齁 開這個車潮啊 所以基本上 你看喔 你想想看 哇那個OE打開 我跟你講真的很帥 你如果到外面去Shopping啊 你要拿個東西 哇那個OE這樣 真的很吸引旁人的目光 像我啊 OE的車門就是我小時候的夢想 我之前講了嘛 小時候常看汽車雜誌對不對 那它的夢想有幾種嘛 一種夢想就是說 這個要有天窗 你知道它有一個是什麼嗎 它有一個是那個霹靂車的方向盤 就它不是圓形的 它是兩根握把那種 現在特斯拉也有那個 對 所以它現在再改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懷疑 他媽的馬斯克的想法 跟我是不是很相近 天窗嘛 有沒有 OE有沒有 對 再來一個是方向盤 這個小時候就是夢想就是 就是一來車子就要有東西 開電車好像感覺就是這個 為地球環保盡一份心力 但是我覺得僅止於此而已 我覺得對一般人應該都是足夠的 那坦白說你如果是像我們這種 我們常常在講說 什麼操控感啊 就是享受開車的那種 激情啊 熱情 引擎的咆哮聲 排氣管的聲音 轉速拉高 沒有嘛對不對 還有一個其實底盤的操控 真的不行 尤其你開到山路你就會超級發現 這個車底盤真的不太行 所以你看喔 真正這個 那麼多線上的車評 有幾個開特斯拉 開特斯拉那就是不會開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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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這個要剪掉啊 還是要B掉 哈哈哈哈哈 不行啦 不行啦 我會被罵啦 靠北啦 開玩笑 開玩笑 我講實在話 這個東西竟然它是這麼話實在的場地 你有沒有遇過哪一個專業車評 因為他們真的開車廂其實真的很少 好 我這樣 幹這樣 我保守一點了 沒有啦 我知道啦 老爹那個車廂 幹怎麼講出來啦 哈哈哈哈 他是要買給他老婆當買菜車的啦好不好 所以這個也符合我對他的定義就是 他真的是一個代步啊 出遊啊 載小朋友啊 買菜車OK 但是你真的 你對於我們 不要說我對性能什麼操控多厲害啦 就是說我們多多少少總是開過那麼多車了 對於我們來說 開到這個車在山路上會覺得很無感啦 但無感不是因為他沒有排氣聲 沒有引擎的聲浪 沒有轉速表 而是他底盤的這個過彎的這個設定啊 真的讓人覺得不是很放心 那當然他在舒適取向嘛 就是說懸吊其實也是蠻軟的 然後沒有任何的底盤設計可以 他開起來就是 很像你在開一台高爾夫球車 那因為時速快他就相對性的 他對於過彎的底盤要求 對於他的自動 對於他的方向盤的方向機的操控 他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躲膜 配重等等的 那當然不是說他沒有配重啦 可是他的配重就是底盤全部把你放了很重的東西 把你往下壓這樣而已 再來一個就是他的速度的快啊 是很快對不對 可是他的底盤沒有跟上他的加速度啊 我常常過這個彎喔 我現在也是差不多50過彎了 其實很可怕的 這車真的很飄浮 然後上次我看有人留言說可以調那個避震器的高低 可是其實我有調而已 我每一次開我都是調最低 但是沒有用啊 他那個只是單純的高低而已 我不覺得他有任何的所謂的 sport或運動的感覺 他就是把比較舒適的避震器 然後降低這樣而已 你看我過這個彎其實信心是很沒有的 我速度有那麼快喔 我可以到這麼快 但我不敢 真的我不太敢 因為我覺得好像 隨時都會有那種翻車感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你們可以去看新聞 我印象中的新聞是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特斯拉只要 一出一些那種狀況啊 翻車什麼都很嚴重 因為它速度太快了 然後它的車體的結構跟底盤的結構 沒有跟上它那個速度 所以當它一發生狀況 我會覺得說它會變得很難掌控 不過還有一個啦 你要做新聞 做一些仇富的新聞 沒錯 所以說感覺說 特斯拉出事情的新聞 是不是比較會被爆出來 因為擁有特斯拉的人少 然後再加上說 它被塑造成是一種高科技 然後是一種比較新潮 或者是比較高端的一個車子 所以一定要爆出它 有沒有又是特斯拉的錯那種感覺 一定要這樣子爆的好嗎 可是這椅子喔 我跟你講 可能是我身材比較怪異 我覺得它這個椅子 我怎麼喬 我都喬不到一個舒服的位置 你應該覺得很舒服 我覺得蠻舒服的 所以適合腿短的人 其實這個車開山路 上次我老佛在影片中有講過 它真的像一個船一樣 它是左晃右晃左晃右晃 它對於懸吊的定義 可能就是只有柔軟而已 但是對於支撐性這個部分 它沒有太高的琢磨 然後再加上說 隨傳隨到的那種加速度 就很容易讓你 人會有那種 左右前後有沒有 這樣晃來晃去有沒有 都一直晃一直晃 你已經左晃前後 都在晃 上下也在晃 哇這個幾次元了 我知道這感覺很像什麼 它這個感覺喔 很像說我們一般 我們在開一般的汽油車那種 它的避震器的桶芯已經壞掉了 剩下彈簧在支撐 它沒有那個桶芯在支撐的感覺 可是它很軟喔 很舒服喔 但是它對於操控來講 是一點幫助都沒有 為什麼 人家說避震器的這個 如果你剩下彈簧在支撐的話 你很容易發生失控 因為你車一直在晃 速度太快 你只要遇到一個彈跳 你稍微一晃 你很有可能就失控 因為抓不住 我其實很久以前 我就一直覺得說 電車這個東西 原本我就覺得說 是一個假意義 你看你剛好最近台灣 是不是都在跳電 在跳電的那幾天 我心裡就在想 你今天 如果今天全台灣的車 不要說全部 一半就好了 都開電車 你下班回家 或是無時無刻 大家都插著在衝的時候 你真的覺得說 你省了油 省了二氧化碳排放 但是你覺得電夠嗎 電夠不夠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假設你電夠 你以台灣 我記得現在台灣80% 是火力發電 不好意思喔 火力發電80% 每天在那裡燒 排出來的那個 那個碳油比車少嗎 煙囪幾個天 一直淺一直淺 你覺得排出來的量 有比較少嗎 所以我覺得 這個東西 對我來說 大家都說舉手自勞做環保 對不對 青山綠水永德寶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看過的 外星寶寶 以前有那個好幾隻 外星寶寶 垃圾桶 看來你去Google 放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以前路邊 我們那個 台北市路邊垃圾桶 有外星寶寶 垃圾分類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東西對我來講 我覺得雖然離我有點遙遠 當然大家都是要注意啦 只是我覺得說 單就於說這種 油車換電車的這種 對於環保上面的幫助 我是不知道 我們這個大老初 我們不會研究那麼多數據 但我是不知道說 到底有多少幫助 但我的感覺是 幫助好像沒那麼大 再加上說 也很多人在討論 你這麼大的電池 這麼多的電池 裡面的這一些 有毒的物質 還有你在當初 在製造這些電池 你所需要的稀有的原料 第一個 你在製造這些東西 你的碳排放量就多少 製造這些電池 製造這些車殼 當然製造車殼 油車電車是差不多的 但電池這個部分 你可能會比油車多了 很高的碳排放量 就是在製造過程當中 再加上日後 你這個電池 雖然它是可以一直充 可是電池 我們用那麼久了 哪個東西電池是沒有壽命的 對不對 舉凡你用的手機 手電筒 我們常在車用的電池 我們在夾車的電霸 對不對 每個電池都是有壽命 好 當這些電池壞掉之後 它又怎麼被處理 所以我倒覺得說 開這個特斯拉 如果你是要站在環保的角度 去開電車的話 我倒覺得說 好像沒那個必要 然後再加上第二個 Poey子有講過 他有講 他說其實這個問題 我之前就有發現 就是我在直播中 其實就有講過類似的東西 我當初買2GC的時候 我本來有買Model 3 結果後來想想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 管委會不給裝充電裝 像我的管委會就不給裝 你有去問嗎 我不用問啊 因為我看我地下室 有一台Model 3 沒有充電裝我就知道了 好啦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充電裝的問題很麻煩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這個 當然他說現在快充站也很多了 因為像我每次去一些商場 或者是去一些公有停車場 其實都會有一些充電車位 而且我跟你講 通常在很熱門的時段 充電車位都還是空 以現在來講 因為現在還沒那麼普及 我覺得還蠻好停 好 有一個問題 假設我今天去一個公有停車場 我停電車的位置 然後我插著充電 然後我人就走了 然後保了我還自己是充 我停一整天 停兩天 請問一下 這樣有沒有犯罪 所以法律上有沒有犯罪 法律一定是沒有嘛 那這樣會怎樣嗎 就是道德瑕疵 所以聽說這個之後 好像會有一個規定會執行 就是你充保了以後 如果你還繼續站在那邊的話 會加錢 本來一小小時 比如說40對不對 你充保了以後 它就每小時變成55 就比如說加15塊 一小時加15塊這樣子 對啊 我覺得這樣是合理的啦 要不然你站在那邊 你也不好意思啊 那我問你啦 假設你是去逛街吃飯好了 你有可能 欸時間差不多 我要去移車 我車應該充保了 你覺得有人要這樣嗎 會這樣嗎 所以應該沒有人會去移車 所以你加收 我覺得還是合理的 反正我跟你講 你那個要做新聞 就是要選邊站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你知道 雖然我們是特斯拉的車主 對不對 我也很希望這台車賣掉 但是我現在選這個 沒有開特斯拉那邊 一定沒充 標題出來說 特斯拉被小吃 講到每一個地方好 你覺得大多數的不開特斯拉的人 不會想看嗎 會吧對不對 對不對 大家會覺得說 欸對 這個政治正確 風向正確 但我覺得 還是像我講的啦 像我有遇過一些客人 他家裡雖然是不能充的 可是他上班的地方 旁邊就是工友 那他就上班的時候充 那你像我 我如果假設我開電車 我也會是上班的時候充 就到公司我就插著 喔對 我們那個鋁充有沒有 很多人以為 一定要充電裝 可是不用了 我們有一個220的插頭 然後用我們Leaf的鋁充 插著就可以充 我們下班大概10點鐘 然後充到隔天10點看 大概會充70公里左右 它總共是360公里 我們這75D的 短行程的 它充飽好像我記得是360公里 我們充一個晚上用220的電插 然後可以充70公里一個晚上 大概12個小時 所以其實也蠻慢的 對啊蠻慢的 其實蠻慢的 一個晚上其實充不飽 那你一般的快充站 大概20到30分鐘 應該就可以充飽 喔對 它每個地方的那個超充站的 充電費率收費是不一樣的 每個地方不一樣 每個超充站的那個費率都不太一樣 所以它要有一個費率表 好像在裡面就會顯示了 這個我們當時收購價 230幾萬 請看這個連結好不好 我們目前 5小時我們開出來價格是248萬 算可以賺個十幾萬對不對 但是也要有人要買 感覺應該要花了一陣子 500多萬剩一半了 才三年開3萬而已 你還要怎樣阿呆 一般人不會買電車啊 我是說假設你遇到有要買電車的人 這個價錢應該可以了 其實特斯拉有一個買賣的網站 大家可以上去看 它上面其實有很多的特斯拉在賣 所以我賣這個價格其實是符合 他們上面在有成交買賣的價格 因為只要有成交它上面都會秀說 賣多少錢已經成交了 所以我就是參考上面的價格上去做買賣 其實當然啦 當初車主要賣給我們之前 其實他當然也知道那個網站他也去看過了 所以他也知道上面都賣240多萬 250萬對不對 可是因為你也知道嘛 這種東西就是很多人賣車會計較 多5000多1萬 他覺得自售可以多3萬多5萬 他就很開心 但是對於這種時間就是金錢的這種大老闆來講 你叫他自己在那邊自售240幾萬 250萬 他應該是沒有這個時間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把這個交給我們來做 那我們拿錢出來換一點這個利潤回來 大概就是這種道理 你說人家加速很快 他加速真的很快啦 他這個還沒有那種彈射模式 你看這一踩 我看他一直去啊 他我記得0到100好像3點多秒是不是 欸是四驅耶 可是我跟你講他這種四驅 不是我們那種什麼Subaru什麼那種四驅你知道嗎 他只是四個馬達而已 他只是都有在動而已 他沒有具備那種所謂的什麼越野 有啦 可是他我其實也沒有一個脫棍模式 可是他沒有那種真正的那種所謂四驅車 有那種像那個Subaru什麼XMOD 或是有一些有什麼加力箱 那種什麼滑叉那種齒輪 那種都沒有 他就是很單純的 利用馬達的那個速差 讓你脫困而已 我們把那個再生煞車關掉啊 其實他那個里程降的蠻快的 因為那個跟Leave一樣 那個Leave因為公里數已經夠短了 剛才剩六七十而已 那個煞車在幫你加趴的時候有沒有 你看的會很開心你知道嗎 那就像人家在打線上遊戲後 沒有人在低等巫師在幫你回血 回的很慢 比你撕掉的血還慢你知道嗎 看他人家一砍三百就一補一百 你看很痛苦 所以再生煞車大概就是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車總歸一句我應該暫時 電車我可能暫時還不太會去買 不過我們那台Leave我會開 你看我一直沒賣的 可是你也沒在開啊 不是喔我現在住太遠 我等我離公司近一點啊 例如我住南港展覽館 我就可以開 你不知道嗎 他距離太短了你看 我要住近一點啊 等我有錢買到南港 還是細紙對不對 我說喔 特斯拉這個車啦 是他現在都還賣到一百多萬 今天他這一台車 如果能夠把價錢壓在百萬內 我跟你講 馬上就普及了 只是他還不願意而已 之前有一次六百萬變三百萬 頭前買得像潘娜 他貸款還沒繳完 你知道嗎 那他是該繼續繳還是不繳 我跟你講啊 相信這個車有很多高度性養者 之前比特幣可以買特斯拉 那裡面是韭菜 他現在說特斯拉比特幣不收了 比特幣馬上吊掉 韭菜馬上收割 然後他再去收比特幣回來 你知道有錢人就是這樣玩 你看你看 然後我有做這個玻璃有沒有 然後這邊應該是有電控裝置吧 對啊這有鏡頭 所以這邊做一個什麼 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壓條啊 壓條 有沒有就在我們的辦公室電腦在牽線 這就是壓條 不然你覺得這條是什麼 你跟我講 多高級 特斯拉那在特斯拉 那都壓條啊 好 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 訂閱分享留言 拜拜 這樣會不會結束 場主太突然 會啊 因為快沒電啊 幹 好 今天都沒有講到笑話 不然講到笑話 我看這個笑話有沒有重年輕人的點 那個參加那個告別式嘛 那氣氛大家是不是很凝重 不是都會依照備份啊順序出來 好 來出來啊 跪拜有沒有 然後忽然這個思宜就說 來掌聲 然後大家就排走 掌聲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幹什麼這有沒有重點點 哈 哦kea 珑菁人槍 珑菁人槍 來掌聲 哦 哦 Like 作詞 作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